大家好,我是Stan 在2024韩国小姐选拔大赛中 主办单位因向参赛者提出与D-Fake相关的问题 而被韩国网友们骂爆了 这是9月24号召开的 2024韩国小姐选拔大赛的一个截图 截图中可以看到 在参赛者背后的舞台荧幕上显示着 如果D-Fake影片中的我更有魅力 那么该如何缩短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呢 这个内容在韩网马上就引起了争议 很多网友们表示 女性们拼命呼吁对D-Fake的暴力进行惩罚 结果却要她们在选美比赛中回答这样的问题 这就是韩国女权的现状 此外,很多网友们也纷纷到 韩国小姐选拔大会的官方IG留言抗议 最近在韩国关于D-Fake问题 所引发的社会波文持续在扩大 韩国国会也通过了一项 加强对D-Fake犯罪惩罚的方案 警方也正在对D-Fake犯罪进行集中打击 结果在选拔韩国小姐的大会上 竟然问了这样的问题 这脑袋是用D-Fake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现在还有许多D-Fake受害者出现的情况下 你们认为这样的问题合适吗 从策划这个问题到批准这个问题的人 都应该受到严厉谴责 并写下正式的道歉声明 与其只是在一集上留言 不如直接去主办方和赞助商那里抗议 他们才会真正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是吧 为什么女性要穿着暴露身材的衣服 微笑着回答这种带有犯罪失角的不是问题 这就是女性的最高魅力吗 我真的觉得这太错了 这个比赛的水准简直就是垃圾 他们是不是把D-Fake当成是修徒 是吧 这个问题真的是完全无法理解 现在这个时代还在选韩国小姐已经够搞笑了 这问题根本就是明摆着故意贬低女性吧 反过来说 如果在选帅哥的比赛中 提出有关收纸事件的问题 恐怕整个国家早就闹翻天了吧 这样的问题出现在选美大会上 真的是让人怀疑人生 希望每个人对D-Fake犯罪能有更高的警觉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昨天上了一个短影片 就用那个来代替吧 今天发 пис完 你们俩故意了吗 什么 静音 evolve 使你的 生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